接吻时把手放在哪里比较爽 首先我们先假设一下 学姐有一个好帅气的男朋友 第一个后脑勺 把手放在异性的后脑勺上 可以宠溺地抚摸对方的头发 同时在后脑勺上施加一丢丢力气 可以起到支撑作用 接吻的时候可以吻得更深更神力 第二个脸 把手放在异性的脸上 可以捧着对方的脸 接吻的同时有温柔又真实地端向着对方 非常的温馨 第三个肩膀 把手放在异性的肩上 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支撑作用 当接吻的时候 双方齐驱都会十分激动 又很容易一边接吻 一边釀腔着推着对方走 一不小心就容易摔倒了 而把手放在异性的肩上 就能起到非常好的支撑作用了 怎么玩都不容易摔 同时还可以往异性的背上摸索 更好的释放激情 第四个腰上 把手放在异性的腰上 可以抱得更紧 同时腰本来也属于人的敏感部位 可以在对方的腰间 肆无忌惮地上下摸索 他可以坏坏地用力一把 抓住对方 软软的屁皮 使一下小坏 第五个胸部 接吻的时候 把手放在对方的胸部 很有手感 男生喜欢女生柔软的胸部 女生同样喜欢男生坚实的胸肌 可以说是互相都能满足对方 不过呢 接吻的时候 两个人的身子距离是贴得很近的 比方容易摔倒 非是靠在墙上亲吻才可以 那么你觉得 你和你对象接吻时 手放在哪里最合适呢 说聪明的人 每一个姿势都是按着步骤 一个一个轮着来一下的 我是不正经学姐 我还是单身呢 我啥都不懂 闪人